天子里也提到了说 她家人对你不是很好 对 刚开始我们俩没办酒的时候 还挺好的 但是后来就是我住到他们家以后 然后就他们家对我就很那个了 你们俩领结婚证了吗 没领证呢 办过酒 对 她爸妈就是说 把我介绍给他们家的亲戚朋友 不是办的那种农村的喜酒是吧 没有 我当时候说 要他们家给我一个正式的婚礼 他们就说 我现在就是在他们家里面 所有的亲戚朋友认识一下而已 正式的结婚酒 她说要等到我爸妈同意 以后然后等我们领了证再办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回应 但是等于你们俩其实已经在一起 在她家就一年多了 对 我当时就离家出走 跟我爸妈闹翻了 我一定要跟她在一起 父母当时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俩大概在一起半年以后 商量订婚 商量订婚的时候 他们家说给八万块钱的彩礼 但是到真正订婚的那一天 就成了一万八千八 当时我爸妈就说 他们家这么小气 你以后会幸福吗 她说我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我现在真的是很后悔 没有听我爸妈的话 那时候我爸妈让我 不要这么着急地去他们家 这是对的 我现在想想真的他们就是对的 那时候跟我爸妈落翻 然后直接就跑到他们家 另一个箱子就过去了 到他们家以后 然后他爸妈刚开始对我还挺好的 然后后来就是住到他们家慢慢的 就总是说我这也不会做 那也不会做 然后所有的家务活 全部都安排给我来做 然后我做完之后 还在外面 跟他们家所有的邻居 亲戚都说我不懂事 因为我们那里的习俗 他就是这样子的了 你总是这样说 你们那边的习俗是这样子的 我在他们家就是一个免费的保姆 还是倒贴公司的那种 那时候我去他们家那边上班 我就想用这一万八千多块的彩礼钱 买一辆二手车 然后因为每天上下班要一个多小时 他爸妈就是死活都不愿意 把那个钱给我 说他们家这里紧张 那个小店子要钱 这里要用钱 没有钱 然后后来有一天 他们家表弟盖房子 他爸妈一下就拿出了十万出来了 还把我交给他们家的那个工资卡 卡里面的钱 三万多块钱 全部都取出来 一并给了他 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也没有问过我 愿不愿意把这个钱借给他 就直接拿过去了 那我不是把你当成我的家人了吗 然后那个钱的话 那借过去他又不是不会烦 那当初为什么我要用这钱 去买一辆二手车的时候 你就不愿意呢 那二手车没必要买了 我不是答应给你买一辆新车吗 新车我看到了吗 我有吗 你妈把那一万八千多块钱 都拿回去了 然后我找你爸妈 要这三万块钱 别的我也不多要 我就是说把我交给你们家 这三万多块钱 我要回来 现在我要回来 可是你交的家里这是什么钱 就是我辞了工作 去他们的家那边找了工作 然后找了工作 大概一两个月吧 他就跟我说 他们那边全都是南方管钱 让我把工资卡全部交给他们 以后要用的话 再从他那里 那确实也是这样子 我妈妈的钱 也是给我爸爸管的 这是你们那样的习俗吗 对啊 你骗谁呢 对啊 我在那边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们家离他们家也不远 我们家怎么就不是这个习俗 那不是你非要跑吗 怪谁呢 对不对啊 接着说 还有什么事 把钱交给他们家以后 我从此以后就没有用钱的地方了 一分钱也拿不到 那次我跟我同事去逛街 我想买个两百多块钱的护肤品嘛 因为我去他们家以后 基本上没怎么保养 脸上都起皮了 我就说买一个好一点的 回家跟他说 我说我要两百多块钱 去买个化妆品 你知道他怎么说的 你这皮肤要用两百多块钱的吗 靠身你们十块钱就可以了 本来就是啊 我妈妈他们也就用十多块钱的 两百多块钱的 那不是浪费吗 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他就这么抠吗 谈恋爱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 那时候还挺好的 就觉得去他们家以后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好好好 接着说 接着说 还有一次 我跟我同事逛街 然后饿了嘛 买了那种小蛋糕 然后还有一些就剩了 带回去给他和他爸妈吃嘛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 她妈把我说了一个月 说我浪费 败家 然后跟所有的人都说了 你就买了这么小一个蛋糕 要十几块钱 那他们就是爱捡捡的 那肯定会说了啦 我又不是天天买 我只是偶尔就买那么一次 为了这个事情 她妈以后还让我天天回家 按时给他们家做饭 然后也不让我出去 跟朋友聚会啊 去玩啊 去逛街什么的 我看这些事应该是一年多 生活长期积累的 现在让你下定决心说我不跟他过了 就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他们家表弟盖房子 从我这把工资卡拿了三万多块钱嘛 我就跑过去跟他爸妈理论 要把这三万多块钱拿回来 他结果一耳光就打过来了 凭什么打我呀 我在你们家为奴为必的 那个事情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 再说呢 你跟我妈是什么态度了 我对你妈妈态度还不好吗 我以前也是把她当婆婆一样的孝敬 但是她是怎么对我的 我生病了 在床上躺着 你妈妈一拔就把我的被子掀了 把我叫起来 一定要我做了饭再去睡 那个只是个误会 再说了 我妈妈她们 就有点什么小磨小病的 她们也没有什么 还是跟正常一样的 再说了 我辣掉 干嘛不干呢 每次我累的时候想让她过来帮点忙 她妈妈马上就把她叫过去了 她说我儿子很宝贝的 这不能干 那个不能干 我也是人家的宝贝女儿 凭什么就让我干呢 你还说你创业这个事情 我一下就想起来了 你创业的那会儿 天天在外面喝酒 然后半夜三更才回来 那不是陪朋友吗 我现在创业的话 那肯定要跟他们打交叉了 喝点酒啊 陪他们去玩一下 吃个换了什么的 这很正常的了 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正常的 我为了这个事情跟你吵架 你妈妈帮过我吗 你跟你妈妈总是站在 同一战线上来 说我 责骂我 她的叙述是事实吗 是 刚才一直怕这个女生 是夸大其词 就是今日是中国 还有这样的这个 但是因为本来 她来到我们家 我当然是把她当成家人 然后在我们那儿 习俗本来就是这样子 以前我妈妈她们也是 现在我去了 当然那就不一样了 好 你在乎她吗 在乎 真在乎吗 真在乎 真在乎她 为什么她做家务 你不做呢 因为本来家里的习俗 她是这样子的 什么家里的习俗 你们家还有什么习俗 我有时候也要 还要出去忙自己的事情 你忙什么事啊 你在不失业吗 是啊 所以我现在我要 要到外面去到处跑 跑什么呀 这不是我要创业 你为什么要创业 跟朋友打交代 然后要赚钱 要养家 她有问你要过钱吗 她有时候也问 以前她就有那种 乱花钱的习惯 乱花钱可是 她的钱不都交给你们家了吗 她花什么呀 所以说我现在 所以说什么呀 你先我问一个问题 这次是希望老师们 帮你去管教她 还要回去 还是真的要分手 我觉得我当初看上她 也是觉得她人好 但是从我到他们家 生活的这一年多里 我真的是没有过过一天 快乐的幸福的日子 我觉得我的整个 就是一个悲剧 我现在不想别的 我就想把那三万多块钱 拿回来 我真的是不想过了 好 问问她 如果分手的话 三万多块钱还给人家吗 但是我们那里 问你呢 问你呢 别说习俗 分手了 人家在那工作的钱 都交到你们家了 给人家吗 但是她在我们那里 已经搬过酒席了 基本上已经是我家的人了 算是结婚了 对吧 按你的说法 对吧 当地习俗能离婚吗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当地习俗离婚的时候 分财产吗 分 分吧 怎么分 怎么分 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是吧 来 把你挣的钱 和他挣的钱 加在一起 分给人家 该分多少钱 说个数 说个数吗 你这一年多 挣了多少钱啊 七八万吧 七八万加的三万多 那就分人五万块钱吧 对吧 对吧 从外貌和气质上来说 不配 从个人能力上来说 你有工作 他没工作 不配 从爱的奉献上来说 你爱他比他爱你要多得多 不配 那你们俩怎么会走在一块呢 是爱行吗 我想不是 我后来想通了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的质疑反对 和坚决的那种跟你的争吵 促使你更快地走入了火坑 你的父母要检讨 当然你也要检讨 父母对于孩子的婚姻的干涉 有的时候越干涉 越恰恰是把自己的子女 退入火坑 我就不明白 一个没有工作 在家里也不干家务 没有生活能力的人 他怎么可以结婚 还怎么可以找你 你怎么看上他的 就这么一个男人 他居然可以在家里药物扬威地 扇你一个耳光 可以跟你说 就你这脸 你也可以擦两百块钱的护肤品 他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我就不明白 你说即便是家里能挣钱 有本事的男人在家里 也不会这样 就他 他居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是谁给你在撑这个腰 还是你根本就没脑子 中国有句老话 叫上赶着不是买卖 如果买卖的双方 其中有一方 给予成交 就一定要付出代价 要么降价 要么就附赠产品 你不就是这样 你给予求成 死就白的地 要住在人家家睡 那你显然就不值钱了嘛 父母一定跟你说过 南方家不重审 不要嫁过去 如果那个时候 父母不跟你吵 不跟你闹 而是平心静气地 跟你聊 你也许没有搬得那么快 但是你当时 为什么那么认准了 就要搬过去 是因为你满心地希望 这个平时可以低下来 给你穿鞋 看着你脚磨破了 心疼的男人 会在家里面一样 始终如一地把你当作宝贝 但是你了解他们 如果你事先就了解他 他在家里面 就是个妈宝男的样子 你会家里面 你根本就没有了解亲属 也没有了解 他们一家人 是什么样的习俗 你就过去了 你还想有什么样的待遇呢 那不就是人家 人家说一就是一吗 人家说二就是二吗 我问你啊 他第一天搬到你家去的时候 你心里什么感受 反正我这就肯定是高兴 高兴的话 你为什么不疼他呢 你说你没有能力结婚 你结了婚 结了婚你不好好过 不干家务活 不出去工作 你就是两个字废物 你啥也没干嘛 说你干嘛要结婚呢 所以人家父母反对 你完全是有理有结的嘛 搬出来是一定要搬出来 过自己的日子 否则的话一辈子让人瞧不起 至于这个感情是否要继续延续下去 我真不了解你们俩之间有没有爱 就对 谢谢 谢谢老师 还是一个问题啊 给人钱吧 我可以把那个情感 然后我就希望他还是能留下来 然后来我把给我的态度 我把那个作画 我说他以前是做的不对 他就喜欢他留下来 请回吧 谢谢啊 你说他最后那表白真的有感情吗 但是你就想就这么个男人 对有女人喜欢呢 奇怪吗 他吸引嘛 没办法 你可以说他是傻 来看下一队嘉宾 他们遭遇了什么 我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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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